塞車不要一分 安全帶很快 好不好 真怕好不好 邊開車邊抽煙 遠景巡邏 才剛來一下這輛小貨車 沒想到下一刻 車上兩個人 連小貨車都不要了 拔腿狂奔 繞過小公園 鑽進小巷子 警方一個跑步 一個騎車 緊追在後 再趴下 我的天啊 趴下 趴下 嫌犯的人行道 馬路上亂鑽 逃給警察追 經過車輛騎士都看傻 遠景叫來支援 前後包夾 終於逮到 撞下 趴下啦 趴下啦 撞下出啦 狂奔200米 氣喘吁吁 嫌犯被壓制在地上 喘到說不出話 還想跟遠景道歉 原來小貨車上 兩個人 都是越南籍移工 而且已經 逾其拘留 要攔查的時候 一時心慌才會 下車逃竄 對於路況 不熟 所以在 逃竄的過程當中 在 是在原處打轉 就怕被逮到 立刻遭遣返 才會看到警察 就心虛 事件發生在 高雄市左營區 遠景 細心巡邏 不放過抽煙駕駛 逮到非法拘留的外籍移工 已經將有移民署 專情隊 後續處理 解高雄 綜合報導 現在